这儿有人坐吗 雷总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吃饭了 这儿有人坐吗 雷总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吃饭了 我以服司法 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吃个饭 雷总 雷总 您这是来吃饭的吗 我怎么感觉 你是来给我拉仇恨的呢 什么意思 你看看周围 你还怕这个 那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自保 本小姐惹不起躲得起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慢着 我给岛上的孩子们 订了一台国外产的发电机 给小孙老师打个电话 通知他一下 真的 我就知道你最有爱心了 我就说你很有爱心 我先替孩子们谢谢你了 等等 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搪塞了 那还要怎么样啊 坐下 陪我把这顿饭吃完 这要求不过分吧 我说小苏 你不会连这个面子都不给我吧 聊着聊挺高兴啊 文律 ,你这几天到底是去哪儿了 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 我都担心死你了 对不起,雷总,蒋总 你们一定有很多事情要谈 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 还看呢,人都没影了 好 您订的花吗 不是,好长时间了 过不少几天 就有人在门口放一束康乃馨 您知道谁送的吗 从来都是只看到花 没见过人 杜小姐 好巧啊 雷总,你怎么在这儿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家不应该离这儿挺远的吗 我就随便转转 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 那花是你送的吧 是 看来我没猜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那束康乃馨 我猜,就应该是你送的 我也不记得 我到底送了多少次了 好像已经习惯了 每隔几天,我就会想到这里 把花放在门口 然后远远地看着 只要看见每一次有人把花取走 我就感觉 心里头踏实了很多 我知道这么做很傻 可是已经习惯了 我能理解 真的 你真的能理解啊 其实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郑融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怕少姨不愿意见到我 我知道我们两个都需要时间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是郑融的妈妈 在我心里 也就是我的妈妈 我想她每次看到那束康乃馨 她就会想到 有一个和郑融一样爱她的孩子 还在爱着她 这样我就很知足了 有一个地方 你要是愿意 带你去看看 走吧 小心点 跳下来吧 我接着你 你让开 小心我砸着你 口气挺大 没跟人来啊 小时候肯定没少翻墙吧 彼此彼此 你 这就是我们的小学 你面前的这片草坪啊 之前就是一自行车棚 所有老师的自行车都停在那边 要是学生被老师批了 我们就悄悄溜进那个棚里边 把老师车胎的气 全都给放了 你跟邵正如小的时候可真够逃的 你俩在一起 没少干坏事吧 彼此彼此 你这是干嘛啊 挖宝 挖宝 好 上学那会儿儿 同学们都特别流行 没时间呢 我和振荣 就学着他们 一起在这儿也埋了一个 给我吧 给我吗 这是我跟振荣的回忆 看看吧 我们两个曾经约定 等我们老了 就来这棵树下 把它再挖出来 这个约定 永远没有办法兑现了 一看你们两个 就是调皮捣蛋的小孩儿 叫什么呢 这是什么 真容获得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真容还会游泳啊 她 她就一汗鸭子 她根本就不会游泳 那她怎么会游泳 还获得奖牌啊 那她得谢我 一脚给她踹出去的 你对她也太狠了 回去啊 她就跟少姨和我爸告证 我爸给我拎起来好一顿打 你没看见她当时就躲在我爸身后 你不知道她笑得有多开心 竟因为那一脚 那臭小子后来一个月都没有理过我 从那之后她就不怕睡了 半年的时间还进了校队 得了这块奖牌 郑融有你这么个歌 也真够倒霉的 你可真行 还是当歌的呢 小的时候你肯定经常欺负邵振荣吧 男孩子嘛 感情都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再说 我和振荣小时候 一言不合就打 每次都是我赢 哥哥欺负弟弟 你还特骄傲 每回都是我赢 有你这样的吗 谁让他是我弟呢 关起门来只有我能欺负他 在外头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 试试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可以听到 郑融那么多的往事 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 奢侈 我想 我应该是最没有资格 听到这些事的人 如果你没有资格 还有谁在乎那些陈年往事呢 我一直坚信 这世上是能量属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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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